大家好,我是雷槍 日服最近迎來了8週年的慶典活動 同時官方也順道開啟了第16彈的從者強化活動 總共強化了14名不同星數不同直接的從者 而今天也就是8月6號 將會是最後一隊的強化項目 那麼這部影片將會跟大家聊一下 關於這期強化從者在強化前後的變化 和雷槍對此次強化的看法 算是一個閒聊節目 雖然也歡迎大家在影片底下留言 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和感想什麼的 當然也不要忘記幫這部影片點個讚 對手遊或者FGO情報感興趣的 也可以訂閱一下主播 同時主播也經常會在Twitch開台 DC那裡也會有開台通知 所以想要跟主播有更多互動 或者一起來看FGO新情報的 就記得要去追隨主播的Twitch直播間 那麼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正式進入主題吧 首先是黑傻和爆人的強化 黑傻的強化算是這些強化力表中最頂最有料的強化 簡單來說除了增加黑傻在三回合內的爆發力 並且賦予貫通效果以外 還讓黑傻成為了最強的C把紅卡衝浪手 雖然字面上簡簡單單的寫著 賦予紅卡攻擊時增加自身MP三次三回合 但實際上這效果是連寶具也會被算進去 同時敵方場上人越多MP回贈%率越多 兩個敵人就回充20 三個敵人就回充30 加上寶具還自帶10%MP回充 只要敵人數量不低於兩個人 同時有練被動飢餓死處MP的話 就無能髒杯三連發 再加上本身黑傻的寶具傷害%率 在沒寶解前就已經比別人寶解後的%率還要高 一個集結爆發力、連發能力和貫通力的四星紅卡搭手 行樂世界再次告訴你 人物黑化後一定會比黑化琴更要強 而暴人就讓他技衣自帶森林場地 同時滿足了他一開始需要暴擊星打暴擊的重點需求 也讓他的技能CD變得更合理一點 算是穩渣有料的強化 我個人覺得啦 這種吃場地的人最後最好還是自帶場地魔法卡 要不然每次都帶著一個天氣老頭到處走 你不尷尬我也尷尬 然後便是屁股槍和蘋果弓的強化 布拉達曼特就是自充%率增加10% 從20變30 並且給自己30%的DG特攻持續三回合 同時提升MP獲得量 一次性解決了些許傷害和寶具連發問題 原本的屁股槍寶具三連無論是傷害還是回收率 其實都蠻陡的 即便寶二也只有在活動期間有活動傷害加成才會穩定 現在就看情況吧 也算不錯啦 蘋果弓就看起來很複雜 其實也蠻容易理解的 就是點技能時的當下立刻標記有迴避的敵人3回合 讓他們在這3回合內無論後續有沒有新的迴避效果 也會吃到寶具特攻 當下沒迴避的敵人也會先尾標記他們 一旦5回合內有開迴避效果 就立刻標記他們就是這麼簡單 讓蘋果弓的特攻爆發期更長 敵人更容易吃到連續特攻寶具 也讓MASTA不需要一直盯著敵人的狀態那麼小心眼 然後就是賴光和安徒生的強化 賴光的強化簡單粗暴 新增了大家夢寐已久的MP自衝30% 同時讓紅卡系人提升從一回合變成三回合 大幅度增加了賴光的禮裝選擇彈性和傷害失常 而安徒生就成為了低星最強的輔助從者 原本只有G3的強化就讓我覺得他已經蠻強了 現在G1還把全體爆傷從40%變成50% 然後還根據隊友不同的特性而提供不同的返用效果 成為了現今為止CP值極高的低星輔助之一 然後便是加納和泳裝沖田的強化 真的 但是許願已久的加納強化終於來了 不但把那個惱人的25%MP自衝變成了30%MP自衝 並且強化了打擊率和暴擊威力的提升跑率 更好爽的疊滿了就給40顆暴擊星星 讓加納的暴擊系統更為完整 讓輔助從者的禮裝選擇更有彈性 直接容身為強勢紅卡拉撒打手 在敵人有神性特性的時候 絕對值得拿出來用 而泳裝沖田的強化就算是 穩定了她的沖浪MP回收率 但如今沙子沖浪手 有免費寶武又很香的泳裝女武神之後 除非你是沖田廚 不然還真的不太可能用得著泳裝沖田就是了 而到了黃女強化呢 就是簡單直接的增傷強化 但我覺得更直接的增傷方案應該是寶具解放 作為一名兩三年前的蘭卡衝浪打手來說 至今都沒寶解這些事還真的蠻可憐的 而泳裝清淨除了新增的MP自從效果以外 還有複雕的攻擊時延燒敵人的效果 反正就是一直烤人就對了 原本我以為官方已經放棄了這名泳裝從者 結果這次的四星蘭撒名額居然是給了親戚老婆 看來我的分恩要成為完全體 還是有一段時間呢 沒錯 泳裝阿比終於強化了 雖然只是讓G2新增了降洪抗性的效果 同時減少了技能一回合的CD 算是小幅度的從者優化 但如果之後還能來個不錯的寶解的話呢 我相信這個小蘿莉絕對絕對不只有在家裡唱歌這個功能 而我們的Fland就強化了攻擊力提升和爆傷提升的機制 從一次一回合變成了直接持續一回合 讓他最後的波紋打起來更奇跡更有爆發力 而後面的即使效果變化就比較迷惑了 可能想讓他在自殺前多挨幾次攻擊 達到物盡其中五星工具人的獵奇效果吧 最後便是我們的泳裝傻巴和緊跟隨著傻巴的高文星 泳裝傻巴就是G1的藍放新增的自充MP38和比重效果 讓原本就已經有連發優勢和續戰力的攻傻更有彈量 讓原本就已經強勢的泳裝C吧更有價值 讓那個一文不值的公舟狼變得更為悲慘 不過說實話 你要我去想怎麼去合理的強化那個沒救的公舟狼 我還真的想不出任何辦法啊 高文的寶解就算是真正意義上的完全體強化了 拉高了寶具倍率 同時還新增了陽光時提升紅卡爆傷和紅卡集心度 對於喜歡這名陽光少年的Master來說 或許他們才是這次強化活動的最大勝利者吧 好了 那麼這部影片就差不多要到這裡了 老實說FGO還有太多從者還沒強化 還有太多雞肋沙發等著翻身 如果你們覺得還有哪名從者值得強化 但經過這次活動居然還沒強化的話呢 就在影片底下留言吐吐苦水吧 也許你們的願望真的會成真哦 同時覺得影片也算不錯的話就按個讚訂閱一下 或者追隨主播的Twitch直播間和DC頻道吧 那麼我是雷槍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吧